Hello,大家好,我是徐轩 最近呢,我们家一直忙着在搬店铺 上次呢,我有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搬店铺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商圈不行 生意呢,也不好做 所以我们决定搬到这边的一个 比较大的五金市场来做生意 今天呢,我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新的店铺 这个就是我们家新店铺了 总共有两个门面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呢,总共有三层 总共面积是280个平方 一层的面积呢,就大概是90多个平方左右 大家看看里面 这个就是我跟我老爸老妈一起理的货 还有我弟弟一起理的 东西很多 地上还没有理完 这个店铺呢,是我爸妈今年新买的 总共花了220万 加上10万的税金呢,总共是230万左右 我带大家看看里面的装修怎么样 带大家看看里面啊 我们这里面还没有弄好呢 先看看这里 这里呢,是我妈妈的办公室 她说这里自己办公用 这里有电脑,打印机 这个小办公室,还挺好的 再看看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办公室 给我老爸用的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墙 用的还挺大气的 中间呢,等会还有一个办公桌 现在还没有运过来 大家看看这个装修怎么样 然后往里走呢,这里有一个后门 这里也可以出去 这里有个洗水池 这里呢,还可以烧水什么的 是吧 感觉怎么样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2楼 现在呢,我们去2楼看看 2楼呢,可以走这个货运电梯 也可以走后面的楼梯 这个货运电梯呢,是液压式的 花了1万块钱 加上这些东西做好整个 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电梯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易一点 不过呢,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 不过这个相对于电梯呢 有比较划算 好 我们现在上2楼 大家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去2楼了 现在已经在2楼了 这边呢,是一个小房间 这个地板呢,是以前拆过来的 因为感觉还不错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柜 也是以前家里拆过来的 床也是 都是从家里拆过来的 能省就省省嘛 再给大家看看 这里有一个卫生间 感觉还行吧 装修风格很现代化 我们再去看看厨房间 这里就是2楼嘛 2楼可以走楼梯 这里有一个鞋柜 然后这里也是以前的沙发搬过来 还没弄好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餐厅 这个鞋柜梅也是以前拆过来的 然后这个都是以前家里拆过来的 连个这个地板也是以前拆过来的 然后再看看这边 厨房间 厨房间就是新装修的 大家看看怎么样 这个厨房间 感觉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还挺喜欢的 这颜色搭配 好看吧 最后给大家看看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放货物的地方 这些货都是我理的 你们看看感觉好像不多 其实我理了很久 这里的货 也是因为东西太多了 比较杂乱 刚才给大家看的 都是一层二层 三层 我们准备是租给别人 还没弄好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用 然后也可以赚点钱 省点钱 大家看看我们家的新店铺怎么样 我感觉挺喜欢的 换了一种环境是吧 但愿这里的身影能兴旺起来